我不是經常去酒吧 我去《根據電話》是在那一次 那就是那次 前一五會我上 借酒亨凶 我記得那年我們在 舊同學聚會 有些人唱K 有些人劈酒 那時候出來做藥 劈得很厲害 有個女同學一對三 我竟然劈一下劈一下 有些不是很碰水 我合意心唱 我就通去灑 硬了就這麼誓喝 輸了就呱喝 那一段時間 他真的覺得他很快 他想離開 但是沒有人說要離開 我又是合意心唱 我就說我輸他回去 結果沒有人反對 我輸他回去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有些小朋友碰到我 就問我 你那晚送他回去呢 之後有沒有發生甚麼事 我才知道原來QD 那晚而為我送那個女兒回去 是想發生甚麼事 然後QD 每個人都不反對 每個人有機會 我發生些事 有些不捨得 即是你 來個威力一次 一次之後 他以後就 可能不會再 存在 首先我覺得 游酒不一定有故事 但是酒吧入面 一定有故事 我覺得這句話才對 很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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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